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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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這是台灣世界的高宇婷 我們過去都曾經沒有想過 也曾經想嘗試過 成為一個好學生 成為一個好兒女 成為好家長 成為好老師 甚至是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面 做到好 但那個好是什麼 就像我今天站在這裡之前 有非常多的老師 聽過我試講 聽我練習 也給過我建議 但他們每個人 給我的建議都不一樣 有一些人覺得 我應該要有更完整的結構 有一些老師 覺得我應該要有更多的情感 更好的故事性 但我應該要怎麼抉擇 怎麼樣的好 會是我的好 怎麼樣選擇的好 會讓我能夠達到自己想好的樣子 高中的時候 我練的是公立高中的後段 那個時候我記得是高一上學期 老師在班會時間的時候 發給我們每個人一張紙 他為我們在上面寫下 在我們讀了那間高中之後 自己的想法 甚至是老師 其他老師 朋友 家人的看法 那個時候 我其實沒有在紙上寫下些什麼 因為當時對於我的學校 我的家長 甚至是其他的老師 都覺得 我自己喜歡 我決定好就好 但真正讓這件事情 留在我的記憶裡面呢 是因為在下一個星期 在下一個星期的班會時間 老師打開投影機 上面是我們班 很多人 都會把他們的名字拿掉了 然後在上面寫下了 上個星期的回饋 有些人寫說 我剛剛會說 為什麼我姊姊 可以當更好的學校 但是我不行 我的朋友 好像都去了更好的地方 但只有我在這裡 他們在紙上寫著 他們在紙上寫下 在這間學校 寫下 他們被定義的好 讓他們覺得困惑 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 我們生活中 好像有一條界線 好像有一條都不好的界線 在引導著我們 該怎麼做 該怎麼醒那樣的人 但那個時候 我並沒有因為這件事情 很受到限制 或規範 真正讓我感受到 我與好之間 有一段距離 是到了後來 在我整整追求自己喜歡的事情的時候 那我喜歡的事情 說起來 有一點冷門 也可能有一點老派 是大家可能去逛成品的時候 走過路過 就會直接經過的那一櫃 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會看到 就是我喜歡文學 我喜歡文學創作 就是在大家就是 如果第一次的是一個人 然後聽到他的興趣是文學 或是喜歡書寫 可能會覺得好像這個人有點奇怪 就是他喜歡的東西 好像比較少人聽過 或比較少人知道 那我真正喜歡文學 並不是像可能很多人聽到的時候 會覺得說 啊那你高中的時候 應該很喜歡國文吧 應該 國文很好吧 其實我高中的時候 並不是非常喜歡國文 因為我討厭死記憶費的東西 真正讓我對這件事情產生興趣 甚至想要去追求 好 是因為在高中的時候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 是我在高中的時候 得第一有個學獎 就有點像是 你去做了 你不經意去做了一件事情 結果發現 你好像對這件事情還蠻拿手的 甚至比別人 比起別人 更有一點點上手 那個時候我也是 我想說 我是不是在這方面 有一點點天分 我是不是可以嘗試去做做看 我那時候這麼想著 剛好隔壁班的女生 邀請我去參加文學營隊 文學營隊是什麼呢 它有點像是現在 就是大家 就只能花這幾千塊 然後去買五月天的影像會門票 然後才把台上的五月天 換成了很多作家 我覺得你差不多就是那一個地方 那個時候 我進去了 我覺得你 我在裡面待了三天 三天裡面 三天裡面下來 我只覺得 我有一點困惑 那時候 營隊裡面 不管是老師 甚至是 離國的小隊伍 我的旁邊的一些學員 他們都在裡面談論了 可能最近的 就是出了什麼書啊 最近的作家啊等等的 我那時候在一台下 我就想說 我現在在哪裡啊 他們在說什麼 就是我怎麼都聽不懂 那時候我發現 我想的文學好像 就是跟實際上的有點不太一樣 我那時候第一次想著 我想要了解它是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開始 我想去追求 我到底想要了解的回去 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開始從裡面老師的書著手 其中一個是當時 在營隊裡面 形成一個作家 他叫鄭順聰 那時候我開始這本書 想要嘗試的了解 我可能不太理解的文學 是什麼的時候 我高三 正要上大學 當時我也面遇了一個抉擇 我到底要選校 還是要學系 我到底要選擇我喜歡的 還是要 像當時很多人會覺得 要選擇學校 要選擇公立的 選擇更好的 那時候 我的分數可以上公立的 但並不是我非常喜歡的科系 但如果要選擇我喜歡的科系 我可能上不了公立 我那時候很猶豫 我到底要怎麼樣選擇才好 那時候 我想的這件事情時 在這本書裡面 讀到其中一個句子 他給了我一個心思 他這麼說 如果人生到最後真的妥協 但還不是幹嘛 對18歲 看到這句話的我來說 他其實是有一點震撼的 那時候我想著 那時候我的父母 甚至是 我的其他的老師 我的高中老師 他們都說 你要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你要去 你要知道 什麼樣是你自己最喜歡的 然後你要往前去做 那時候我想著 如果只有我今天開始 只有我去定義了 那個好 是社會上 可能那些價值觀的好 而不是我自己喜歡的 那要這樣子 那要這樣子我選擇的話 終究不會是 我想去追求的東西 因為這樣 所以我選擇了台灣系 我選擇了我喜歡的科系 而到後來 到了這一個階段 我得到第一次文學獎 甚至我參加了第一次的文學一隊 這個 這時候我並沒有 跟好的距離 有什麼樣的概念 我並沒有在裡面 開始建立出 我可能要有什麼樣 就是好 才是文學 才是文學上面 我喜歡的那個好 那真正讓我有所感觸的是 第二次 參加了第二次的贏隊 得到第二次文學獎的時候 第二次參加的贏隊 有點特別 他全部都是高中生 那個時候 在裡面有一個有趣的小遊戲 我們會在參加一隊的期間 寫一篇文章 什麼都好 然後他會在最後一天 選出幾篇寫的好的 給大家看 最後一天的時候 我拿到了那一份 老師們挑出來的文章 上面沒有我了 我那時候想著 我那時候看著那些文章 看著那些被挑出來的文章 我在心裡想著 這好像就是好吧 那是我第一次 稍稍在心裡 有一點建立出 就是被別人挑選出的好 是什麼 來當成我心裡 所追求的那一個目標 而另外一件事情 是在我也是得第二次文學獎的時候 那時候 我還記得 我坐在台下 我左邊跟右邊得獎的 也都是高中生 他們跟我說 他們覺得我寫的東西 對他們很有感觸 當時我寫的是 一個學生 他在聖學體制中 對體制壓迫的故事 他們那時候覺得 他們好像也有透過這樣的經歷 他們跟我說 然後我覺得 好像 好像他們這樣子講 那我也覺得說 好像可以透過文字 透過書寫 去把這樣的感覺告訴別人 但 等到我回家 看到那一次評審的會議紀錄裡面 有一個老師這麼說 他說 這一篇 以在文學性 和技術來看 還是薄弱一點 後來我才知道 其實我那時候在評審裡面 我跟第一名是同分 那 之所以會讓第一名 會是第一名 而我會是第二名 是因為這句話 那時候 那時候 我也只是第二次 開始寫 去接觸我有興趣的這件事情 但 我根本就不懂 什麼叫文學性 什麼叫做技術 但 我那時候在心裡 把它設定成了 就是 我最重要 追求的那個好 於是我開始去嘗試 進入了大學之後 我有非常多的機會 透過科系 去接觸我喜歡的事情 甚至是理論 甚至是很多文學上的國家 我甚至 開始讀師 我很喜歡其中一個詩人 這麼寫著 他說 你是我過得最好的時光裡 最最溫暖的一個場景 當時我讀到這個句子 我想著 居然能夠透過文字 跟文字之間的組合 產生出很多不同的情感 包裝在句子裡面 我也想要試著這麼做 我也想要試著成為 能寫出這樣句子的人 於是我開始一次的書寫 在這個過程中 我問了很多老師 裡面甚至有些人是 已經處出的作家 甚至是 我有一些很會寫詩的朋友 他們都給了我很多意見 有些人說 我應該要怎麼做 會更好 就是句子的編排 說等等的 我應該要做哪些動作 才會讓我寫的東西 變得更完整 變得更OK 但其實我有一點混亂 因為他們每一個人 在心中 所希望我達到的那個好 都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但我想 他們告訴我說 可以怎麼樣做 但有些甚至是 意見有點相左 可能有些人覺得好 有些人覺得不好 我那時候 有點 我那時候很困惑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一直現在 這個窩窩流裡面 甚至我想著 如果我沒辦法 找到他們的好 是不是我其實 不適合做這件事 是不是其實 我有興趣 但是 我沒辦法達到 他們定義的那些標準 是不是就是我不適合 我那時候這麼想 我們每個人 好像也都是這樣 我們好像都被這個社會 給混住著 我們從小到大 不斷的被給予定義 有些人會跟我們說 你要神機好才是好 好像好學校是好 你可能要 就是有很多未來的方向 好工作 甚至是好的五官 好的審美標準 好像很多人 會跟我們說 什麼樣叫做好的 然後要我們往那些地方去 但是 到我們往那些地方去的時候 又會有另外一群人跳出來跟我們說 不 你這樣做不是好 你這樣做 有更多地方可以改進 就是當我們每次以為自己做好的時候 總會有那麼一些人跟我們說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再修改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做 甚至還有很多 另一個方向是好的 那時候我也是這樣 我也面對這樣一個情況 我那時候甚至有很多 那時候甚至到後來 我不太敢寫 因為我怕 我一直寫 我一直嘗試 我一直在我有興趣的事情上面努力 結果到最後 我還是沒辦法做到 被別人看到說 那是好的東西 而之所以在這個名道中我可以解套 是因為到我後來 大肆 我變得過要面對西藏的畢業製作 我們西藏的地製很多元 你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東西去書寫 你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事情去做 那個時候我左思右想 我有很多選擇 我不一定要創作 但是我最後還是選擇了創作 因為我想著 即使我好像沒有辦法打畫別人定義的標準 但我最終撇除那些之外 我好像還是喜歡 我還是喜歡做我最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一個人寫 一個人寫創作 一個人寫詩 一個人拍板 一個人裝針 一個人就是做完了這個地製 而在避展的期間 有很多人來來去去到攤位上 他們有些人會給我一件 有些人跟我說 他們很喜歡我裡面寫的其中一些句子 其中有一個女孩 她來攤位上 她告訴我 她很喜歡我其中的一個段落 但她沒辦法 她沒辦法用言語 她沒辦法用言語去講 她說我不是文學系本科系的學生 我沒有辦法用理論跟你說 這一篇是怎麼樣分析 用了什麼東西 所以她很好 那時候我跟她說 其實沒關係 不一定要用理論 不一定要用那些好像文學科系 教的那些很學術的東西 只要你覺得好 那就好 後來我想 這句話 好像也是我跟我自己說的 我們每一個人 就像是 躺騎在大海上面的一艘船 船上只有你一個人 你是自己的船長 因為第一次出航 所以我們可能會很困惑 不知道我們哪裡去 然後往大海上 有這麼多的方向 有這麼多 可以往前的地方 這時候 總會有一些人跳出來說 他們是經驗老島 他們已經有很多的經驗 所以他們會跟你說 往哪邊走 會找 而我們 有時候也是很害怕 在路上 遇到一些 就是大風大浪 甚至翻船 什麼的 所以我們通常 也會聽著他們的話 往前進 但其實到後來你會發現 有一些人跟你說 要往左邊開 有些人跟你說 要往右邊開 到後來你會發現 你不管往哪邊 都會有人覺得好 會有人哪邊覺得不好 你不管怎麼做 總會有人不喜歡 也總會有些人喜歡 但我們做就得要定義 什麼是自己的好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在B字的過程中 其實我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儘管在前面 有很多人 給過我一件 有很多人 跟我說 要往哪邊走 跟我說要往哪邊做 才是好的 但是 其實最終 最終只有我 可以決定 我到底要怎麼做 只有我可以決定 我要採取哪些意見 我不想採取哪些意見 我應該不說我才可以決定 我要往哪邊走 我們都要成為自己 唯一的舵手 儘管 儘管在這個項目上 會有很多人告訴你 但 最終 只有你有資格 轉動自己的船舵 只有你就 有資格 決定自己要往哪邊去 在這個過程中 或許到現在 我與好的距離 還很遠 但 這個好 不再是會因為別人說 哪邊是好 哪邊是不好 所以不斷地主動 不斷地往回移動的好 這個好 是我給我自己定義 我想要往哪邊去的好 我們希望在未來的路上 我們也都可以 試著去定義自己的好 是什麼 或許未來 我們會還有很多的機會 會困惑 會迷惘 會在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上面 覺得 好像有很多人給我們意見 但我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 這時候 你們都要回到最終 回到這一開始 你想做這件事是為什麼 我想 找回那一份喜歡的初心 你會找到 你自己真正要行的方向 我們也等到這裡 謝謝大家